熊! 山豬發情 硬騎VOLVO VOLVO不是我的菜 但我愛 VOLVO不是他的菜 但他也愛 這隻山豬街的彭宇彥 昨天發情來到北施木扎路的一處私人停車場 在雲雲車海中一眼就像中這輛VOLVO汽車 不囉嗦直接騎了上去擺動他的拱豬腰 左鐘還停下來用豬筆頂一下 希望可以得到對方一點回應 這頭騎完了還不夠 另外一頭也要去給VOLVO呼呼 變換一下招式 最後車鎮結束血域完畢 車上滿是他的戰國 讓全家出門玩的車主回來看到後 既無奈又生氣 大山豬現身季頭 不但引起路人為官 想豬哥生情款款地把汽車當母豬騎 更讓大家嘖嘖稱級 議論紛紛 有附近的鄰居就跟他講說 你們趕快帶回去 但是他還是否認 他說我再確定一下 好像長得不太像 後來停車場管理人員 興宜的四種引開他 最後人出之感 持續一個多鐘頭人徒饒無功 才請來慕渣動物園 受益以三隻 麻醉催真射向公三豬 不料完事後的山豬哥 一直立堅強 即是眾貞人不願示弱 依舊在停車場內亂跑 直到十分鐘後 要笑發作 他開始步伐貪亂 眼神防護才倒下就犯 對於這段不被世人 接受的豬車戀 究竟是不是真愛 受益表示 可能只是車上有動物氣味 如果他只要抹個可以 他就可以上 其實有在猜 第一個車子的主要 是不是豬場出來 嗯 因為他身上應該會有味道 然後抹豬的味道 或是橡皮豬的味道 所以他才一直去弄 每隻車子 動新聞 車主快有小車車可以開囉 報導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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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